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一段的旅行当中 一般我们节目的传统是第五集都会有新人的加入 又有新人了 又有 那是女生还是男生 应该是女生吧 因为我看这女生的类型缺一个谢娜姐那种类型的 就是搞笑的 就活跃一下尴尬的气氛 对 搞笑女们又搞笑男倒是好几个 我还是觉得是搞笑女人 要么就把我自己投进去每天给我给七七留言 七七呀 七七呀 虽然今天没有人跟你留言 但是我来跟你留言了 哈哈哈哈 好 他们这一次的旅行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 请看 我们去云南吧 出发出发 出发吧 冲啊 走啦 冲冲冲 好开心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两个的OOTD 耶 那谁啊 开始了 哈哈哈哈 第一次去云南 第一次去云南 超期待 这次是汉堡 很期待 哇哦 这个人 两狗一个汉堡 哈哈哈哈 来跟镜头比例 太勇者 这个酒店我住过 真的啊 很好 旁边看星星 哇 哇哇哇 哇哇 这是我们的新家吗 哎呦 我帮你一下啦 我可以 自己可以 小叶真的 怪力少年很猛 哈哈哈 我来帮你提吗 可以谢谢你 没问题 我帮你提 谢谢 他这个是泳池吗 这个地方真的有点舒服 超帅的 哇哇哇哇 你们看这里有新的 欢迎来到班级旅行第一站 雪山小屋 明日主题和陌生朋友冒险 陌生朋友 什么是陌生朋友 留言后公布明日 可选两位伙伴 新人来了 男生还是女生 我没注意 这什么 女生 太医 落吧 给她添了是吧 七七很兴奋 燃起了新的希望是吧 七七应该只能在新人那边 找到一些希望 先上个房间看看吧 我帮你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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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厅吗 这是三 三个床拼在一起的 我们可以一起吗 我们随着 这里也好棒 哇 这里外面还有个阳台 好漂亮 我们俩住这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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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是录像 是录像 都可以了 录像 录像 快点快点 因为毯子我也皮股 我也有 礼价都会买 三二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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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 三二一 三个体育生 哈哈哈哈哈哈 最后一个最小的 这是什么 这是那个松果 松果 男生在一块玩 女生在一块玩 包包我想和你聊天 好呀 好吧 怎么了 感觉有点怪怪的 哦 怎么了 小叶感觉还是有心事 就是你们都知道小芬喜欢我 但是我们从深圳过来这边的中间 他就完全也没有帮我 就一点表示都没有 是零 是零 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然后一点一点行李也没有帮我提过 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为啥呀 不知道咋的呢 就刚上楼的时候 可能被谁点了一下吧 然后帮我提了一下箱子 就这一下 你看前面都是给小芬自己提的 你看 有点失落 就是没有能很好的照顾到你 对吗 就是 我觉得她 她在我需要的时候 总是不出现 戴琳哥 而且我就会觉得 她有些很多地方 其实都很幼稚 就这样了 我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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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